今天就會教大家知 Buck Line 各位都是這樣的包裝 有些材料 大пер料 藥材 當然或是單句 衛生等 一包裝 Nan déle 都是放1.5 net的水 如果我是不能量感的 加一 morbido 用汽水來量度1.5 net的水 我建議你們沒有聽過包裝說 因為不能夠味,所以要加重太脆 例如1.5 net的水 是兩包的 可能你放三包進去 這樣你的豆腐地就夠味了 你看 這個豆腐波買回來 一定浸水的時候捏乾氣 變成油有些是油液味的氣 一邊炸豆腐波 浸了三次洗到水 捏乾水氣 等到豆腐地煮的時候 煮好了豆腐廳 另外不分開煮豆腐波 然後黑蒜 我們叫火蒜 燒火蒜就最好 一粒大大粒 或者兩粒 如果你喜歡蒜泡味 真的比較多 然後花肉呢 通常用三層的花肉就最美麗了 因為現在外面買的豬肉 全部都是雪藏的 所以用熱水灑濕去 這是豬肚 豬肚濕了 待會再切一片一片 現在切了十塊 很可能選擇 所以這就是排骨花肉 為何花肉的成塊呢 成塊花肉煮好了 才切一塊塊就更美麗了 好 出來大家 所以煮滾了水 因為我用一些茴花 火大一點就快一點 不用等 所以煮滾了水 把材料放進去 把材料放進去 煮一煮 然後要放石油 石油大約三茶匙左右 不要放那麼鹹 我倒時你先再 пот心 通常只有石油 我就是放了石油 再加鹽 豬肉只有鹽味不夠 鹽的鹹味 兩匙之間 好嗎 少許黑油 有些黑油在市面上太多要苦 沒有太多,黑油只是調整顏色 其實白色也可以,沒問題 調整顏色就可以了 待會兒你以為喜歡黑色一點 再加多一點 再加多一點 顏色差不多了 煮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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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放在蒜頭 火腺一定要放在蒜頭 只要這麼簡單 Easy job 不想試吃雞那麼簡單 不要太複雜 現在要切豬肚子 待會再放在蒜頭